中国地大物博,自然奇观不在少数,有很多已经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当中去,还有很多让国内外游客叹为观止的。 最近流传的能让海内外游客看了无比脸红的景观十分走红,这些自然景观经过大自然的雕琢,呈现出与人体私密处十分相似的形态,十分逼真。 下面就跟随乐乐一起来看看了解一下吧。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,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哦。 1.贵州的双乳峰 贵州的双乳峰,天下第一奇峰。 天下奇观,双乳峰位于贵州省真峰县城境内,离县城9公里,处于真峰、贵阳的公路干线上。 占地40公顷,海拔1265.8米,相对高度261.8多米。 更为出奇的是,从不同的角度观看,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双乳形状。 从观峰台的角度看,是20来岁年龄的双乳峰。 换500米角度观看,是40来岁年龄的双乳峰。 再换500米角度观看,是60岁年龄的双乳峰。 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。 2. 韶关丹霞山的阴阳原石 身移成功后的丹霞山,名气更旺。 到丹霞山旅游的人,一定不会错过两处景点,阳原石和阴原石的。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让人自叹不如,丹霞山两旦的逼真性让所有人惊叹。 这样的景观到底有如何震撼,只有亲眼目睹才能知道。 丹霞山阳原石,三十万年来,傲然直指苍穹,带着饱满的张力一注晴天,笑看群山助力天地,坦然接受日月的洗礼和信徒的膜拜。 据来此地考察的专家,学者称,此时这般造型奇特又纯属天然之物,天下绝无仅有,故有天下第一石,天下一绝之称。 石柱名为阳原石,取其阳刚之阳,元气之源,亦及阳刚之气也。 三,金枪峰,顶天立地。 金枪峰,离龙虎山游客中心两公里,靠近前书村。 金枪峰,由紫红色沙丽岩构造,经千万年变化,金枪峰周围的岩石水流充实,崩塌,形成方山石柱,留下孤独的山峰。 座刊称,无与伦比的金枪不倒翁,金枪峰形态威猛挺拔,屹立在高高的天穷,潇洒,飘逸,蔚为壮观。 四,云南阿鲁古洞,天造神物。 阿鲁古洞位于据昆明166多公里的卢西县境内,是一组典型的盐绒地貌地下溶洞群,是一个有着九峰十八洞的古老神奇的地下洞府。 同时也是亚洲最壮观的天然溶洞学之一。 阿鲁古洞内石花千姿百态,几乎具备了地质岩溶学所定义的所有景观,且各具形象。 诸如彩霞迎兵,古莲道玄,幽谷神钟,古归望月,魏王点兵,天造神物等等,唯妙唯孝,非造化之功不可为。 但最为吸引人的,还是非溶洞内各种天然形成的钟乳奇观莫属。 一个个高耸或冲幅的钟乳,恰如男人那让人脸红的雄伟之处,完美逼真,令参观的女性们惊叫连连。 再加之,石钟乳经营剔透,齐迷灯光为之装扮,更令人有如画中油之鲜幻感觉。 5. 四川岩园公母山 公母山,位于岩园县城西南五公里处,因其外貌酷似两具男女生殖器而得名。 公山,高四十多米,如破土春笋,昂然雾力直冲消汗,距宫弹一百多米,母石与之遥遥相应。 母石高近百米,底部较强,中部肥瘦,封顶略成椭圆。 中有一条天然浑城的裂缝,可容一人悠然穿过。 好似一夜巨大的连伴。 6. 阿拉扇人跟风于母门洞 奥伦布拉格镇是阿拉扇蒙,唯一深入到核桃贯区的小镇,当地人俗称六团。 因具有神奇的旅游资源,逐渐为外界所熟知,其中最具神秘色彩的就是人跟风母门洞。 人跟风,对于这个不惧天老地荒的人跟风,传说和推测很多。 有人说,它是远古人类性崇拜的图腾产物,是人为的作品。 有人说,它相传是浑荒时代福西和女娲在此处造人后遗留下来的东西。 还有传说,宋代的穆贵英在此拴过马后,生下了阳文广。 7. 绍兴大羽灵的贬食 大羽灵,位于浙江绍兴城东南基山门外汇基山路,距成三公里,相传是我国古代治水英雄大羽的藏地。 周围群山环抱,其风林立。 大羽灵本身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典风格建筑群,由羽灵、玉祠、羽庙三部分组成,占地40余亩,建筑面积2700多平方米,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羽灵大殿之东小丘上有高粱米鱼之贬食,形如男性洋具,时尚有汉唐以来的众多名文。 8. 四川宣汉修女岩 宣汉县百里霞风景区腹地,有一处着名景点叫修女岩。 修女岩其实就是山峰中间的一个大裂缝,这个裂缝就形成了一个岩洞,和女音相比,既是形似,更是神似。 这个裂缝高得很,至少有十几米高,而且到了距离地面近的地方,岩洞口又稍稍扩开了一些,正好像是女性的坐姿,微微地分开双腿,把阴护稍稍张开了。 在这岩洞的顶部,还有一层灌木,恰似女性的阴谋。 游人纷纷暗自赞叹,太像了,太像了。 9. 广东雷州洋具术 在广东雷州市南光农场场部,一棵高大树木的组织上,净生长出一个巨大的洋具,洋具下面还鼓起两个硕大的高丸。 这一另类的景观,着实令女性看了花容失色,男性看了笑不拢嘴。 据悉,这棵树木是桃花新树,已有二十多年树林,形成洋具的地方,正是前两年修整树木时,锯掉枝杆的伤痕处,使树木伤痕自动愈合的结果。 10. 广东信仪女因树 近日,同样是在广东,信仪市的一位市民在该市某偏僻山林里发现,有棵树木生长的颇为奇特,树上的一个部位竟然酷似女性的生殖器官被称为女因树。 世界之大真是无其不有,中国之大。 真是传奇,上面这十处景观真是鬼斧神功,不得不让人佩服自然界的伟大和神奇。 这些神态要经过几个世纪的慢慢雕琢才能形成,这也说明了任何改变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时间的沉淀。 看完这些令人羞涩的奇观,不得不感慨自然的鬼斧神功。 好的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,记得订阅哦,谢谢你的观看。 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